你 大家不用加班了 以后大家都不用加班了 请问您接受顾芊芊成为你的合法妻子 用尽一生爱她 呵护她至死不渝 请问您愿意吗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我是金细儿 这种幼途又浮夸的抢婚老套剧情 居然会发生在我身上 真是不必不必了 还不是为了台上那个自恋又讨厌的家伙 一年前的今天 我刚在海外拿到自由搏击金腰带 没想到我的大才女妹妹 却在国内遭到职场霸凌 我不得不紧急赶回来 这么快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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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这家无良姐欺负我妹妹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这都一个月了 静呆瓜终于回来上班了 果然认不出来 我是双胞胎姐姐 你说什么 靠讨好上级的总裁秘书 有什么好好的 喂 您好 WE美妆世佳 你 你有毛病吗你 说 两样墙在哪 谁让你进来的 咖啡你要人帮忙冲 工作是不是也要人帮忙做 你个筋带瓜你要干嘛 我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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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我能工作到自己做了 mana 你奴孙 这些 基本上就是给我加班到死 都要给我死出来 你有没有闹 seperti 啊 能zzle card 美妆 screen 你们能够 라는 Renee吗 能不能提供点效率呀 你们可不可以恢復配事 你们认为这些丰富 opposadi 今天不用加班了 以后大家都不用加班了 不必大家加班了 看什么看 不用工作啊 天天墨语 你做的这是什么工作 有没有带脑子上班 有没有带脑子上班啊 有没有 给我重做 快点重做 天天压榨我妹妹的 就是你们这些人 你干嘛 我以后不会再甩关别人了 这怎么是只有了 怎么能拿刺激 叫什么保安 李总总 李总 好了大家冷静一点 有什么事回头再解决 现在有紧急状况 金秘书跟我来 金秘书 快跟我走吧 蓝总那边出大问题了 你知道我们这次损失了多少吗 自己看报表 要不是我及时发现的话 不知道还要损失多少 那正好 让我好好教训一下 这帮人的头头 蓝总 欢迎回来 两分十五秒 你们知道两分十五秒 我可以干多少事情吗 实在是太慢了 这就是你们处理紧急状况的效率吗 要不是今天我转了替身 不知道还要浪费多少时间 对不起蓝总 以后我们会加紧 还有 你看 表情猙獰 毫无形象吧 我不允许我的秘书 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练好你的表情管理 我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金秘书 你 我的脖子 我痛了 蓝总 新品方案会马上开始了 所有高层都到齐了 好吧 准备开会 金秘书 赶紧跟上吧 所有高管的都到齐了 所有 那我就可以一王大敬了 金秘书啊 是不是以为有蓝总给你撑腰 你就能肆意妄为了 打你那一巴掌不长记性是吧 不长脑子是吧 你给我长点脑子啊 那一巴掌是你打的 打傻了 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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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放松一点你们俩 以后别惹金秘书生气了 给我好好长长记性 打女人的男人 最垃圾 找开泰拳馆的凌峰狠狠教训教训她 随着凌峰 以后我公平善待同事 别小看女生 不然我随时会出现 我现在没胃口 你把它吃了吧 你有毛病吧 你以后不吃 别浪费我的时间 这有毛病 那个 你一个月没来上班 我们读一下工作内容吧 首先是 新品研发方案的推进 这是我们能抓住 利怀国际投资的最好方法 其次就是 金秘书 你有注意到什么没有 注意什么 我的领带歪了 那要怎样 帮我记好啊 我说你这人有毛病吧 你领带不会自己记吗 这就是你做秘书应该做的事情 既然你选择了这份工作 行 我帮你记 我帮你记 可以 你来 我帮我帮你 montre 你来 我帮你考虑 我帮你先来 好的 我帮你了 我帮你来 我帮你来 我帮你出去 据说 您要是没什么事 就先出去吧 好 站住 你还记得我吗 不记得 我每天见那么多人 金秘书 你看时间不早了 你先下班吧 出去把门带上 金秘书 我一定会让你记住我的 我不管 他们奔塞 我 いた 就你在公司惹麻烦是吧 怎么搞的 怎么是女的 不打女人 派遣馆最近经营不善 咱们还是先吓唬吓唬她吧 那简单警告一下就可以了 我最看不起打女人的男人 我警告你啊 给我安分一点 你就是泰泰泉馆的林峰 果然方圆百里的人都认识我 对 就是我 你也可以叫我王子 或者 王子 王子 早知道你是我粉丝 我就不打你了 但是 我也是有原则的 听说你在公司 我老是媳妇同事 利用你的职权搞得 民不聊生鸡飞狗跳 所以我来这主持公道 解剖我 让我看我不行了 我来 老娘专打男人 以后见一次打一次 混哥 没事吧 女神 希望以后牵一刺被打一刺